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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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没上了 你 我没上镜 给我全身啊 别慌开我白身 哎 哎 我现在身色有错了 是吧 定官 我平时我就酷的 不会是活 掰不开了这嘴 真的不会了 不会不会了 哈哈哈 别乐了 那现在也来不及啊 肯定来不及 没戏了 大局一定 就这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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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乐不出来 我摊上还有一番笑呢 我还有 哦 刚才去练笑一下了 兄弟 啊 哈哈 哈哈 没谁了 我真乐不出来 你逗我啊 孟哥 我要使我就这么使 兄弟来的快回来慢 心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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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拿这一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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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行吗这个 哈哈 哈哈 你晚上后台都不行了 为什么呀 要死了 顶的 嗯 不是 这是我见过最顶的一个人 是吗 他自己跑一个屋里练笑 嗯 自己掰自己的嘴 他说他张不开嘴了 哈哈哈 你呀 你带他上去 然后就跟他先铺两个 让他缓解一下 好 然后你再笑我就多了 好 要不然他就得使那 一会咱俩上 嗯 我跟你使两分 嗯 我说你这脑子不行 我不爱跟你使 怎么使两分 我使 我不爱跟你使了 我就撤了 你在台上把事物喊下来 嗯 行 懂吗 可以 得我先量是吗 能不能缓解你 能 能不能缓解一下 能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谢谢哥 您抱抱吗还 我不抱啊 咱俩直接上来吧 谢谢 谢谢各位的热情掌声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很激动 我们也很开心 是 好久没有演出了 终于能够站在舞台上 给大家说相声 很好 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高兴 嗯 您好吗 你怎么瘦了 啊 我减肥了 那么高了 孙悦 这个在家歇着眼神还不济了 我不是孙悦呀 你不是孙悦吗 我叫王九龙 谁叫那个呀 王九龙 孙悦挺好的啊 孙悦 是孙悦歌唱的是不错 每个孙悦祝你平安的 不是那个 那我记错了 这是我今天的这个新搭档 对 叫王九龙 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相声 老在一块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这么四门 说学逗唱又分很多 哦 每一样都研究 是 都琢磨 我们生活中啊 很多的这个习惯都得 仔细地琢磨研究 那您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好好好 这都行 你看见了吗 这都行 好久没听下了啊 多讨厌呀 比如说这个规矩 你发现没有 哦 规矩 什么规矩 我 我之前搭档 从来不这样捧根啊 哦 规矩你给说说 孙悦不这样啊 他呢 规矩 哈哈哈 这我还没站直呢 您知道吧 哎 研究这个规矩 是是是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老花 比如说 你要是说一句话 我要是表示同意 嗯嗯 我就拍手 表示同意就拍手 哎对了 不明白 没明白 啊啊 这样我问你啊 那您您说 现在整个相见 谁的相最好 那还用问吗 啊 郭德纲啊 是不 是 你看看 没听见 谁 郭德纲啊 哎 第六 你看拍手 第六 我对喽就这样 哎 不需要打节奏啊 就必须要拍手吗 拍别的地方不好看啊 你一样 再来回 你拍个别的 再来 来啊 哎 现在相见谁说的最好 那还用问吗 郭德纲啊 第六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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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走走走走走走 不像画知道吗 我最讨厌台上动手的这种演员 你知道吧 我从来没这样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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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支持我 我跟你说啊 他在不在台上无所谓 大伙爱看他吗 爱看 你们是爱看他呀 是爱看郭老师啊 郭老师 那师傅您下来呗 不顶了吧 不顶了吧 还有一张 不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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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多了 毕竟平时啊 是吧 跟您各位说吧 痘痕啊 少之又少 每次都在里边 里边多轻盛啊 那当然 是不是 那既然说有要求让我痘痕 那我就痘一个吧 可以啊 说的好不好的呢 您各位还得多多包涵 我谢谢您各位了 我谢谢你 我觉得说像是吧 桌子里边桌子外边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 捧根痘痕都得学更好的掌握人物 是是是 你可以练一练痘痘 这行吗这个 你没问题的 别这呀师傅 别我没搭档了师傅 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这个刚才出了一个去黑的是什么呀 滚出来一个煤球 滚出来一个煤子煤球啊 可以试一试没问题的 咱们有句话 台上五大小 台下立规矩 上个台来 你打算怎么说敞开了来 是我明白我明白 那既然您都说这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来吧 好吧您能接受得了 你打算干嘛 你别着急啊 上个台呢 也得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怕摄像大鸡 摄像大鸡干嘛 什么什么 下边摄像大鸡 他说是摄像大鸡 摄像大鸡 下边里面摄像大鸡 他摄像大鸡 这是一种赞美 太开心了 他这个摄像大鸡 不认识我 罗云平不要捣乱 讨厌讨厌啊 这个我呢叫王九龙 对 对德云社的一个特别小 特别小的一个演员 不知一提 我 你看 我谢谢了 说完我了呢 隆重的介绍一下旁边这 这位 旁边这位 这位啊 这位呢不是外人 我的师傅 郭德纲先生 是我 谢谢 多火爆啊 多火爆啊 谢谢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也谢谢几位摄像大鸡 大哥 大鸡干嘛呀 大哥 这个可能熟悉我的观众呢 知道 知道什么 就是咱们爷儿俩呀 不单单是台上这个师徒关系 对不对 我们还有亲戚关系 我们有亲戚 对 生旧关系 G6 他是我舅舅 您不能说 说反了孩子 我不是您舅舅 我是他舅舅这是 您是我舅舅 G6 这一看就看得出来 怎么 个头嘛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 孩子你也别这么捧我 我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这是捧的 我们爷儿俩呢 在德人社有个组合 叫什么 叫德云最萌身高差 您看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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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还穿一穿呢 对 咱俩俩差出一个郭芬扬来 咱俩差不多 刚才您也说了 台上无大小 是 台下立规矩 不错 岳哥也介绍了 干什么事什么事都得有规矩 得有规矩啊 您拿我来说吧 嗯 我平常呢 就好观察 好研究生活 举一个很简单的小例子吧 眼不见了 就拿您刚才诸位乐 这都有规矩 就这个笑都有规矩 您不知道吧 不太清楚 怎么回事呢 大伙乐 笑的时候啊 笑容来的快 回气的慢 是吗 我给您各位表演一回 承认一回 好比说呀 咱们也是俩听相去 咱们也是闲这为事了 对咱们也是俩听相 台上呢 有两位不太知名的演员 太好咱们笑话他们吧 正说下 人家包袱可乐 咱笑咱笑话人家的 我理解错了 咱也听相上去啊 听相上去啊 哎呦 嘿 师傅 您看见了吗 哪儿了 那儿了那儿了 那不摄像大鸡啊